教掌 教師 宗教團體 辦學團體 甚至乎有很多議員辦說處 一起舉行的一個簡單的記招 For the English Media In case that you need an assistant We have Jessica around there to assist you 今天我們的程序很簡單 我們就先會將我們昨晚發出的一個公開信件讀出 然後就參與團體代表去發言 以下讀出的這個公開信 是我們這麼多的團體在昨晚發給林鄭月娥的 首先由我讀出 林鄭月娥今天除了民陣發起的7月1日大遊行之外 更加有數萬人自發包圍立法會 向政府進一步施壓 有人更加指 難道你以為這群年輕人 並不知道他所需要承擔的效果嗎 他們之所以不顧一切 是因為過去已經用盡一切辦法 無論是聯署、登報、遊行 他們通通都試過 而然你們就仍然是選擇漠視 仍然繼續歌舞聲平 仍然將一切的吶喊 看成笑不更事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之前一天還說 說會去除家長式的心態 放下身段 耐心聆聽年輕人的聲音 你們難道不覺得羞恥嗎 有部分的議員聯絡了 有部分議員較早前曾經提醒 群眾衝入立法會的後果的時候 有年輕人向議員表示 他們已經有同路人犧牲了生命 所以他們已經餘了 我們理解抗爭者的絕望和憤怒 他們為了保障香港的自由 人權、公義和法治已經做了很多 今天所做的一切一切 全部都是因為當權者的無能和偏僻 剛剛議員聯絡了特首辦 特首辦的回覆說特首很忙 這個叫市民怎能相信你 情況危急 全城已經陷入恐慌之中 特首的回應刻不容緩 我們嚴重呼籲特首 立即表達撤回送中條例 並且立即安排就6月12日的警民衝突 召開特別調查委員會 在此 我們再一次強烈譴責林鄭月娥 和她的管治班子 麻木不仁 是人命如糞土 發起的團體如下 不過名單是不斷地更新之中 有家長聯盟 社工復興運動 絕食明智 兩心理政 社福同行 散下巴媽 危界啟動 學術自由者 自由學者聯盟 民間青年政策倡議平台 關注學同發展權利聯席 基督眾樂教會 張超雄立法會議員辦事處 郭家琦立法會議員辦事處 葉建源立法會議員辦事處 邵家俊立法會議員辦事處 歐樂軒立法會議員辦事處 文化監部 爭取低收入 家庭保障聯席 進步教師同盟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香港基督徒社關權提 良心之友 利利的基督徒 正如我剛才說 名單是不斷更新之中 以下我就交給團體的發言 首先有民間青年政策倡議平台的代表 好, 各位朋友 我是民間青年政策倡議平台的幫事 我是何思維 青年人這次有這個行動 是因為他們在制度上 我們看不到政府重視青年人 看不到青年人的身影 就算我們說在公共領域上 這次原來我們青年人 我們連選擇自己的特首 甚至乎我們連去決定一些 公共領域上面的自由 等等我們都沒有的 契兵權我們都沒有的時候 我們已經覺得 在制度上已經被漠視了我們 甚至乎我們去到回歸生活的時候 當青年人見到自己 原來學歷低是會定義他們在一起 原來當他們找到一份萬一元的工 已經很開心 顧密已經看不到有什麼前景的時候 原來現在這個社會還要叫我們 去到不斷地去自力更新 還是怎樣去到公居樂業去買樓等等 這些都是迫到青年人搜絕路的 是一些殺人的制度 這麼多公共領域 這麼多私人領域上的制度 我們都看不到政府在著青年人的時候 政府竟然跟我們說 他要放下這些什麼家長式的管治 要去真是聽青年人的聲音 我想問的是他怎樣聽? 你一直都沒有聽過我 我怎樣相信你? 然後你又沒有去到說你怎樣負責 沒有跟進行動 你不是真的覺得說一句說話 年青人受苦了這麼久 一定會盲目地去順利嗎? 所以在青年人的角度 我們會知道現在政策做得這麼差 去到這一步是我們沒有辦法做底下 就只能夠選擇用這個方式去做 他們是理性 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而我很希望大家看到這個事件的時候 都可以多想一些 究竟他們受到什麼壓迫 而去逼到他們走上這個絕路 而是令到他們選擇到去犧牲自己 還是他們在為大家 為自己去做一些發聲的行動呢?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針對這個事件 我們真的看到制度的暴力 是遠超過我們對著死物的暴力 你說得很好啊 接著是關注學同發展權利 大家好 我是關注學同發展權利聯席的 組織幹事張展翹 在今天凌晨四點鐘 我們的特首林鄭月娥 出了一個記者招待會 但是在記者招待會裡面 他只是不斷強調 年輕人和一把學生 他們運用暴力 衝擊我們的立法會 但是我想問 究竟是什麼東西 令到我們的年輕人 令到我們的抗爭者 最後要選擇走到這一步 去衝擊立法會 去表達他們的訴求 整個修例的行動 自今年二月到現在為止 我猜香港有很多反對修例的人士 在過往這麽多個月裡面 不斷用了不同的手法 用了不同的方式 去表達他們的訴求 由四月的遊行 六月九日一百萬人遊行 六一二到二百萬加一人的遊行 很多人用著不同的方式 去表達他們的訴求 我們民間的訴求 我相信我們的訴求都非常清晰 但是林鄭政府和她的管治班底 一直都沒有正面回應過民間的任何一個訴求 她只是不斷用一些歸宿和射博的態度 去面對我們的抗爭和示威者 那究竟是誰逼到我們的年輕人 逼到我們的學生 要選擇以衝擊立法會的方式 以犧牲自己的方式 去走到這一步 去表達他們最後的訴求 最後的心願 我們的林鄭政府 甚至乎在我們剛剛過往 有不同的人 有三個手足 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以死明治 我們的林鄭政府 一點都沒有回應過 所以在這裡嚴正要求林鄭月娥 以及她的管治班底 正面回應民間的所有訴求 五項的訴求 以及受到的問責 因為這個是由林鄭政府引起的管治和政治危機 所以這裡嚴正要求林鄭月娥 必須要正面回應民間的五大訴求 多謝 下一位是家長聯盟 大家好 我是家長聯盟的發言人湯仲義 作為一個媽媽 我想林鄭月娥要很清楚知道 其實年輕人是用了他們的真心 其實他們很簡單 他們想要求林鄭月娥跟他們對話 但是她從來沒有夠膽走出來 她在昨晚大部分的香港人都睡了覺的時候 走出來講一堆暴力譴責的說話 我不知道她是否還沒睡醒 還是發生了什麼事 一直以來 年輕人有給她一個機會 他們出來遊行 在煲底睡了這麼多晚 很和平 很理性 要求她出來 跟她對話 但是整個政府 林鄭月娥自己 根本都沒有做過 她究竟想躲到什麼時候 是不是連這麼簡單的道理 她都不明白 我給一個簡單的比喻 希望林鄭月娥可以聽清楚 一個小朋友叫肚餓 第一次和你叫的時候說 我好餓 我想吃東西 隔多半個小時 還沒有東西吃 還沒有人回應她 她很辛苦 她大聲點喊 再過一個小時 她會怎樣 她可能會扔東西 因為她餓得很厲害 究竟來到今天 年輕人要走到這一步 是誰造成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我完全想像不到 林鄭月娥是怎樣做母親 其他的政府官員 究竟他們怎樣做人的父母 有沒有想清楚 整件事 為什麼要發展到這一步 我們會聯合其他的團體 考慮下一步 既然林鄭月娥不停地說 她很擔心 出到來和一些不清醒的年輕人 討論不了 對話不了 我們大家都很理智的 全部都站在那裡 我們會公開邀請林鄭月娥 看看她是否真的夠膽走出來 面對群眾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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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鼐霧 我是社工復興運動的曾經場 我是一位社工 我估計作為社工 或者家長 或者老師 很多次我們一聽到暴力 我們可能會很否定暴力破壞 這些詞彙 但我今天很想以一個社工身份 走出來和大家講 在一個官逼民反的年代 其實我們真的要重新去審視 暴力和破壞這些詞彙 其實真的不是非黑即白的 大家如果你覺得 示威者他們很 製造很多破壞的時候 其實你們看不看到 其實我們現在的高官 他們同時間在破壞一些高官問責制 甚至在破壞一些制度 為什麼警隊他們行使了一些暴力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去要求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為什麼要破壞這些制度 當我們覺得這些是破壞 當我們覺得這些是暴力的時候 大家同時間 你們又看不看到制度的暴力 其實怎樣去影響香港人的生活 我希望大家留意到這些地方 時間關係 我想用三個問題作為一個總結 第一 大家可以看到衝擊玻璃的破壞 但是大家會覺得玻璃珍貴些 還是三條人命珍貴些 第二 如果你看到衝擊立法會的暴力 我想問大家 你們覺得通過大白杖工程 這些是不是一些暴力 這些我們香港人怎麼看這些暴力 第三 大家可能覺得 是不是示威者是一些破壞者 但是如果大家切身處地 想一想他們現在在香港面對暴政的生活 其實他們是破壞者還是受害者 我想林鄭政府去認真思考去想一想 他們不是第一天走出來就選擇衝擊立法會的 他們是親身自己也都參與了遊行 或者用了很多其他方法去表達意見 他們試過很多種途徑 其實他們 我跟他們聊天 如果只是純粹不回應 他們都還可以等 但是過程之中 我們有三個手足 三個兄弟姊妹失去了生命 林鄭在潘三潘太事件上面 她留下惡如淚 但是在三個香港人 以死明治的情況下 林鄭做過些什麼表示 我希望林鄭真是認真去反省 和去回應我們的一些訴求 謝謝大家 下一個是社福同行李芝蓉 社福同行李芝蓉 由政府提出修例開始 最初的時候 其實市民表達意見反對的時候 政府以市民不理解修例的內容為理由 去繼續推行 甚至最後繞過了一個正常的程序 直接由法案委員會跳到大會裏面進行異讀 去到一百萬人遊行的時候 政府仍然沒有處理過市民的訴求 去到二百萬人的時候 才宣布紮緩立法 但是對於撤銷這個修例 和撤銷這個暴動的定義 是完全沒有直接回應過的 政府指以不同的手段 去挑動不同市民和群體的對立 對於市民的訴求 是完全不回應 到昨晚凌晨四點鐘 都仍然是不選擇回應 我們理解昨日年輕人的行動 是對於政府多次拒絕市民的訴求 而迫使他們作出一些衝擊的行為 社會同行要求政府盡快 具體回應民間的訴求 阻止事件繼續惡化 因為只有政府有責任和能力 去平息民憤 處理現在的困局 謝謝 下一位就是梁森李靖 大家好 我是梁森李靖黃宇坤 是一個教育心理學家 我覺得剛才很多朋友都提到 林鄭月娥政府 過往在這麼多天 都沒有正式回應過香港市民 和年輕人的訴求 我想提醒大家 冷漠的對待 甚至好像林鄭月娥那樣 只是選擇和建制派警方去做溝通 這些才是最挑動到市民 年輕人情緒的一個回應方式 我們有很多的同家 行家 一些在學校工作的朋友 都看到過很多星期 我們的年輕人 我們的同學 慢慢感到非常之絕望 因為看到過往這麼久 他們選擇一個和平理性的方式 去爭取他們的訴求 是得不到任何回應 他們會感到絕望 所以我們看到年輕人 或者很多香港人 在這麼絕望的氣氛之下 會選擇用自己傷害自己 甚至是放棄自己的前途的方式 去爭取 這個我們作為一個青年工作者 我們絕對不希望見到 也都感到非常之痛心 我們懇請林鄭月娥政府 盡快回應市民的訴求 直接和年輕人對話 這個才是化解到現在社會 這個危機最好的方法 我們都提醒整個香港社會 再做一個很嚴重的警告 在接下來這個暑假假期之內 我們學校很多的人員 包括老師 包括心理學家 包括社工 是更加難去幫到我們的年輕人 我們看到是有更加大的危機 有引發下一波 更加嚴重的衝突 所以我懇請社會各界 一起去想一下方法 怎樣去幫到我們的社會 採取一個和平理性和諧的方式 去溝通 去真是去解決我們的問題 包括剛才很多朋友提到的五大訴求 怎樣去一一實現和處理 我都希望呼籲香港很多不同的團體 包括辦學團體 包括宗教團體 包括很多社福的機構 我相信是有更加多的途徑 去和我們香港政府的溝通 亦都希望如果他們平時是 這麼關心我們年輕人 希望多次這次機會 好好向我們的政府 和一些好的方法 向他們進鑑 盡快回應我們香港市民 和年輕人的訴求 多謝各位 下一位是爭取低收入家庭保障 大家好 爭取低收入家庭保障 聯席成員李鋒青 剛剛過去就有很多位的朋友 講過關於制度暴力 我也都不再多講 關於我們香港政府 如何使用制度暴力 去壓迫我們香港市民 包括DQ議員 包括功能組別等等 我覺得這次從昨晚的事件 不可以單單理解懷 單單反送中的事件 而我們必須要去理解 我們香港市民的憤怒 他們的無力在哪裡來 不只是反送中事件 而是過往我們一直面對著民怨 我們看到政府其實有很多雙重標準 一直在出現 不單止只是這次事件 我們過往林維斯老師 他說髒話 只是一句簡單的英文髒話 已經受到各界社會的披擊 我想問一下 這麼多日以來 我們警方對著示威者 對著抗爭者 對著記者的侮辱 有沒有人去追究呢 我們見到立法會一塊玻璃 我們爛了 大家很緊張 我想問過往 在東北事件 我們強拆別人家園 我們見到舊樓 一些強拍一些迫遷 同樣都是破壞 大家有沒有去留意過 有沒有去關心過呢 我們見到公客劏房 唯一的安身之所 我們都可以被政府去逼遷 去將他們輪到街頭 但是高官的潛見 大家有沒有看到呢 我們要理解究竟 年青人現在的無力 和他們現在的憤怒在哪裏 不是單單一一的政治事件 是從社會之中 在各方各面 生活裏面都是受到壓迫 才會盜視今次一連串 這麼多事件的出現 所以除了是五大訴求之外 要長遠地解決 香港現在的狀況 是必須要從社會 根本上去變革 而不是單單說 林鄭回應了訴求的事件 是從來都未完結 謝謝大家 各位朋友 你們好 我是學術自由學者聯盟的代表 我叫蔡寶婷 其實昨晚發生的事件 很多傳媒 政府 警察 說它是暴力 但其實在我們做學術研究的人看來 其實不是一件單一 絕對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 昨晚的事發生是奇緣有字的 最近近期說 剛才很多朋友都說了 最近這幾個月 政府強推這個圖版條例的修訂 大家都見到任何專業聯體 在經濟界 在商業界的 法律界的 社工界的 學術界的 都叫他們聽一聽我們的聲音 政府有沒有聽到呢 是完全沒有的 再推遠一點來講 在這個九七之後 香港那個言論自由 這個學術自由 和這個公民社會的空間 是越收越窄的 就這樣舉幾個例 最近的就是DQ議員 立法會可以 這個議事堂可以 隨便修改這個議事的法例 議事的條例等等 不要說這個雙普選 到今天大家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實行 已經回歸了22年了 當一個社會 那個公民的空間 公民社會的空間 越收越窄 越收越窄的時候 今次這件事 修例這件事 大家見到窄到 那個窄到 真是窄到無可再窄 原來這麼多人說話 一百萬人 二百萬人上街 林鄭都聽不到的 政府這個一百萬人上街之後 那晚11點半 政府可以 林鄭月娥可以出來說 說我們會照行這個修例 警察打人 很多人受傷之後 竟然可以 到現在來說 政府都不肯 成立一個 獨立調查委員會 來調查這件事的根源 其實在我們做學術研究的人來說 一件事的發生 既然它不是孤立 它一定有一個很深層的 一個根本的原因 為什麼作為一個政府 作為一個領導的群體 它可以不理這個深層的原因 就只是聚焦在一些所謂的 暴力啊 玻璃爛了啊 或者是有些警察被人侮辱啊等等 如果一個深層 一個社會的深層的矛盾 一天我們不找它出來 一天不解決 我們這個矛盾只會越來越深 暫時可能是沉寂了下去 但是不用很快 不用多久它就會走出來 這些都是我們不願意見到的 所以在這裏我們又再一次呼籲 政府是成立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它說生意就很好做了 聖殿裏面的組織和外面的商人呢 就形成憤怒了 它拿條繩做邊 將所有包括牛羊都趕出去聖殿 那些兌換銀錢的桌去推翻了 它憤怒了 它要推翻當時建制 聖殿裏面建制的組織 最後當然它也都以自己的身體去重建聖殿 這個耶穌潔淨聖殿 是四福音都有記載的 昨晚我看到這些年輕人 他們都憤怒了 這個議事堂有幾多的官商勾結 有幾多不法的勾當 出賣香港人幾多的利益 人大831 DQ議員 DQ參選人 蛇齋餅 總這些民政事務的撥款 功能組別的票選 的數票 大白像工程的超資 這些一切一切一切 大家不是不記得是嗎 大家應該都是歷歷在目的 今天年輕人去豁出生命 去對抗一個暴政 他們追求一個社會裏面的公義 今天我作為一個宗教的人士 我呼籲所有的宗教人士 不管你是基督教 佛教天主教任何的人 我們都出來爭取公義 去出眾和平 沒有公義的和平 不是和平 沒有公義的愛 也不是愛 你有沒有子女有沒有孫 昨天我在遊行 我聽到已經不是林鄭下台了 我不知道大家聽到是什麽 她說林鄭落地獄 我聽到實在大家的憤怒已經是到頂了 我再次呼籲林鄭你在七一走會所說的事 你應該要出來和大家溝通 出來和大家去談談 沒有聆聽是沒有溝通的 沒有對話也沒有了解的 我們必須在這個時候去填結一致 林鄭必須要出來減低社會的撕裂 是劉志雄 牧師基督徒社關團契的做責任 在昨天的記招裏面 林鄭被一位記者去質疑 你經常說在天堂有個位置 但見到這麽多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你是不是在天堂 還是在地獄 當我看到報道的時候 我感到非常驚訝 林鄭會被質疑 不單止是她在現實的施政的無能 那個問題 甚至乎她作為一個教徒 她個人的信仰 她日後是不是在天堂 這個位置都被質疑 其實這個是對林鄭民間的一個很大的控訴 作為一個的神職人員 我不會要求林鄭落地獄 但我會強烈要求林鄭去下來 跟我們民間團體去對話 我立即要求林鄭要即時去悔改 悔改不是心裏面 口裏面去講幾句說話 而是真是有行動的回應 所以請林鄭立即去回應 民間的五大的訴求 多謝各位 好 各位朋友 進步教師同盟 詩安娜 我是一個老師來的 我相信昨晚很多人 看著直播 大家都很痛心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很擔心 在立法會那裡的年輕人 到底他們的安危是怎樣 這個是我們最關注的 當然 如果有人要說他們有錯 我想問的是 到底是甚麼 令到他們走上這條路 是甚麼令到他們 願意將自己 擺上去可能是有刑罰的一個這樣的地步 我更加要問的是 到底他們為甚麼事這樣做 如果大家有看他們的一些說話 你會知道 他們不是為自己 他們為的是我們 每次實實實 我們生活在這裏的香港 亦都是為我們的年輕人 為我們的下一代 我很想跟林鄭說 如果你真的想溝通的話 走到人群裏 聽一聽年輕人的說話 聽一聽他們到底想怎樣 如果你真的要溝通的話 麻煩你用個同理心 是真的去聽一味的責備 責罵 說他們怎樣暴力 並非溝通 各位我在這裏都呼籲 各位的家長 各位的老師同工 各位的社工 大家都好好的看著我們的年輕人 我們知道他們是需要我們跟他們在一起 千萬不要像林鄭那樣搞分化 一邊說那些是和平的示威者 這些就不是了 這些是暴力的 大家請用我們的心 去愛護我們的年輕人 多謝大家 監補外國 就住昨晚事件 或者甚至加上今早凌晨四點鐘 林鄭月娥的記者招待會 我只是有兩個很簡單的回應 大家一個回應特別是針對一些 其實對於昨晚發生什麼事 可能都是一知半解 或者甚至會覺得 整件事只是用六個字形容 就是暴動 暴徒 暴亂 這些香港人 我只是想去留意一件事 我都很幸運 就是有機會也有接觸一些 其實可能昨晚又出入立法會 甚至被人形容為暴徒 破壞工物 破壞建築物的一些參與者 如果大家都有留意到就是 在整個過程裏面 他們不是一些慢動 不是一些事意亂地破壞的暴徒 他們懂得就是說 譬如拿了飲品他們會放錢 他們不會破壞一些立法會的歷史文物 心亂 甚至是他們衝擊的行為 甚至是一種 今早好像電台節目裏面 經常有人標籤他們 就是說 他們是一些恐怖分子的時候 我就會問他們 你會不會對一個自殺的人 跟他們說 你不要自殺 你自殺 會搞到地方骯髒了 你自殺 會搞到周圍都是血 周圍都是老張 那些港人不抹很辛苦 你知不知道 剛才在這個位 建制派議員 親北京議員 就是在說這些說話 他的來來去去 相知 其實 這四個政團 知不知道 你其實已經和暴政 是連在一起呢 所以作為文化監補代表 我希望 昨晚發生的事 讓市民 特別是 不清楚整件事來來去去去的人 知道 其實這一幫年青人 是在絕望 或者甚至在一個崩潰邊裏面 作出一些 可能我們不能夠接受 但其實是情有可言的事 多謝各位 大家好 我是大專聯的謝永玲 我是身體的暴力 傷人 甚至恐嚇 一些議員都是暴力 講粗口 但有一種暴力 是更得人害怕的 這些就是議會暴力 因為如果一些人 救票 就是大曬 無論你香港市民說什麼 多合理都好 他都是不聽的 他選擇可以不聽的 這些都是暴力 其實這種暴力更得人害怕 因為是冷血的 起碼一個肢體恐嚇你的人 你都知道他是誰 但是如果議會上的暴力 是無形的 對於人是有一種恐懼 因為無論你理據多對 對方不需要理 我們看得到 是香港現時 就正在這個暴力當中 其實最值得譴責的 很明顯就是 這種議會的暴力 林鄭暴力 一個扭曲的制度 在我未來之前 我有一位親戚 三十多歲 很小的女士 給了一個信息 我現在讀給大家聽 她說 是 我一定要衝 我沒有膽 我不敢做 我做不到 如果不是 我都一起上 你說我笨 都是這樣說 自己的未來 一定要自己爭取 這個是我親戚所說的話 以下是我所說的話 所以 這麼基本的東西 民主 自由 和公義 我們都要靠一群年輕人 去爭取 其實我作為一個成年人 我是相當有愧的 多謝大家 謝謝 這次是有幾位議員的發言 我們首先交給葉建 各位朋友 我今早早都有一個發言 我在這裏想重申一下我的看法 大家素來知道我是反對暴力的 無論警方的過度的武力也好 今次青年人的 就是在立法會的所使用 甚至乎警察之間也都沒有了信任 怎樣能夠重新出發呢 政府必須要回應民間的五大訴求 如果不回應這五大訴求的話 我們社會很難重新再出發的 要香港重新再出發 政府應該好事為之 應該立刻就改言逆切 多謝各位 本來是今天有一個發言 不過我想補充一下一些小的問題 都是有些傳媒行家都比較關心 所以我特地希望在這裏做一些回應 第一我想說 其實整件事 大家是見到昨天是有一些年輕人 透過我不希望發生 但是只能夠有一件事發生 就是用自毀的方法 甚至是要自己犯想 有機會是以連計的監禁 都要進佔立法會 這一種的方法其實顯示了 下一代我們很多市民的絕望 那個絕望是令到我們今天出現了 一個這麼不理想的結果 所以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是要找一條出路 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讓到這些問題是能夠走出路 但是我們見到 無論是上資政權下資到 警方現在是做些甚麼呢 第一 我們見到的只不過是 連一個記者招待會 都要刪除記者問題的 連那個新聞官紀錄問題 都要扭曲你的 就是問你天堂有沒有位置 或者問你林鄭月娥 就是你是不是承認整個運動 有沒有人死 這些問題它是刪斷了 我是絕對不認同這些完全掩蓋事實的做法 第二 去到今天搞管理也好 我想和各位傳媒朋友說 第一 一開始他給助理入 他又給了何君堯的助理入 第二 就是他一段時間 就給我們的議員入 現在他是連議員都不給入的 那我很擔心他在裡面 其實是做些甚麼 也都不知道要幾年才開放 就是那個做法 你看一下 連警方都完全不會解釋 他在裡面調查甚麼 而管理也都是不斷變 那這個做法 上上下下搞到這樣 是不是一個理想的做法呢 那我希望再給一下 下位議員多一點和大家報告 謝謝 整件事呢 你看到林鄭就譴責 昨天的暴徒 我想在這裡說 要譴責就是林鄭 由昨天 上午九點前 講了那番廢話 到昨晚十二點 她足足 是有整十八 十五個小時 是可以回應的 她選擇了不回應 你說如果立法會有任何的破壞 那個元兇是林鄭和她的政府 因為她是在等著這件事發生 甚至乎有人有一些估計 就說政府和警察 會不會是做一個局 當然我沒有法子去證實 但是看她昨天的表現 林鄭是尖尖自喜 是希望這件事 用一個所謂的破壞 是完結了去做遮醜報 不過很可惜全香港市民看了 她是越來越醜的 因為這裡的大部分是家長 還有是一些老師來的 一個飽毒詩書 兩子之母 都可以推年輕人去死 推他們 明知道他們可能要有牢獄之苦 她都是鐵石心腸 她的心腸比蛇惡更加毒 林鄭如果還是用這種惡毒心腸去管治香港 不要說年輕人 全香港的市民都會在接下來這三年 受盡痛苦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她才醒 不過她一天不醒 所有的年輕人和香港的市民 都要繼續捱下去 所以最後一句 當然最好她下台 不過不下台的話 她唯有一樣東西 就是她要痛定思痛 真是等天堂留個位給她 知道今天的記招是比較長 大家也都很辛苦 我們真的很感謝各位傳媒 一直在這個現場 緊跟著整件事的發展 和將真相呈現出來 我只需要大概20秒的時間 我想說昨天發生衝擊事件 在衝擊的背後 其實是一個集體智慧 集體絕望而發出的呼喊 我們社會需要聆聽 需要反省 林鄭立即要出來回應 議員已經一而再要求她見面 我希望她不要再躲在個洞裡 如果不是的話 這種絕望所帶出來的毀壞力 可能會更大 謝謝大家 最後一位發言 事實不知的 謝謝大家 你下山 你見過 再用